《財資大道》 林潔盈 何文潔 繼續回來《財資大道》 昨天也出了零售數據 加上整體經濟環境的情況如何 請這位嘉賓跟我們談談 就是樹仁大學經濟及金融系的助理教授袁偉基教授 早安袁教授 早安 昨天也出了零售銷售數據 疫後復償之後 這個數據正正反映我們復甦力度的情況 你自己怎樣看呢 其實是好事 我們的復甦力度正貴 最少在內部消費方面 因為今次的臨時數字是347億 同月來說升了15% 即是2022年的同月上升了15% 修正三月的數字 就升了45% 比2022年重月來說 其實正常來說 我們看數字 在疫情之前 即是15至18年之間 我們4月份的零售銷售數數字 就大約是380億到390億之間 現在已經回到347億了 我們看到已經接近九成了 加上政府也有消費電 我們看到旅遊復甦力度 就似乎不錯 因此而言 在內需的方面 即是零售數字的方面 即是正貴 我們希望明年到可以回到 譬如380億 390億左右 當然你最高峰去到2013年 即是超過400億都試過 但是不要不貪心 先去復償 現在的數字也挺好的 現在是4月的數字 還未看到5月黃金周的威力 但是和旅遊相關的分類的銷售情況 似乎更加亮麗 珠寶首飾 中標 名貴禮品 升了75% 那這個升幅是否比較少見呢 其實有兩個原因 第一原因是剛才所說 我們的遊客多了來香港 內地遊客似乎的消費習慣 都在那裡 我們看到很多時候都擔心 他們說不買奢侈品 不買珠寶首飾 現在我們看到 很明顯他們的消費習慣 不是改變得太重要了 所以我們的 終標 珠寶首飾 名貴禮品 都有77%的升幅 相對於去年來說 第二件事就是 金價升 因為4、5月份大家升 5月份還升得多些 始終你金價那邊升了 買來做投資保值的人 就多了 所以 價格加起來 購買力上升 其實是好事的 還有煙酒方面 酒類和煙草都升得不錯 一定是市場好 氣氛好 這些人才會喝多了酒 實際上 多一些聚會 飲宴 消耗酒 飯局也多了 那當然 那當然 所以你看到衣裏 鞋是不是都升 是不是 即是換季 4月開始 大家要買衣服去飲宴 以前就 買衣服 就不用買衣服 不用換季 穿舊衣服 現在就不同了 可以看到 經濟的活動 其實在4月份 5月份應該會更好一點 因為其實 講講五窮六絕 其實看回數字 香港就沒有五窮 是6月就差一點 5月跟4月的數字 其實5月更好 4月少少 一般的情況來講 所以5月應該會更好少少 實際上 6月可能真感消失 6月就贏 香港就沒有五窮 看回零售消售數字 嗯 昨天特首都去了 零售業界的高峰會 跟業界說一下 香港零售怎麼創新天 但是他們主席 謝安怡也說 而一些遊客 就不是以前 以購物為優先次序 喜歡深度體驗遊 年輕情侶 所以購物天堂的兩點 就不是很得在用 他的固跡就打卡 是不是我們作為免稅 簡單低稅 這個又沒有消售稅 這些優勢 怎麼再強化一些 其實我們 這個人面對競爭大 內地 大家都知道 海南那邊 很多地方都可以有 講回購物來說 很多時候 香港的購物方面 內地下落 其實都是 其他產品方面 他在內地都買到 還有 免稅 低稅那邊 內地有些 消售點 也是這樣的 所以他們都比較喜歡網購 相信 所以 未必真的要來香港直接去買東西 這方面 其實我們面對有壓力 還有人力也不夠 還有 我們看到的 還有一個數字 剛剛說的網購 網購 那方面 其實網購的比例 是低了的 我們本來打算發展 網上商業方面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 從疫情那時候比較 是低了 不合理的 因為疫情大家都要網購 那現在網購的比例 其實就低了 那 以前香港最大的特色 就是服務 那些人下來 為什麼要特意在香港買東西 除了五歲之外 就是讓香港服務好 大家覺得 那現在人手比較緊一點 我們看到 始終都是 那服務方面 所以現在的消費 可能有部分人會是 還有現在香港比較多 不是一天來 現在來的比較多 所以這方面就是 深度油是會多了的 所以都是要想想 所以看到現在的復甦 復甦來講 是正貴 但是你說還要突破高峰 其實都有點難度 就是人手方面 始終都有點缺 所以看到現在的復甦 但是你說還要突破高峰 說到人手缺 其實各行各業 包括政府都要搶人才 你看看公務員事務局 昨天宣佈了大學本科生和研究生 在畢業年之前一年 可以報考政府的主任 AO和行政主任 EO等六個職系 近年公務員方面 其實都有過來積潮持續 所以他們都希望新措施 可以協助政府 盡早網羅人才 你至於怎樣看 跟私人企業一樣 預先在學校裡搶人才 是啊 現在 以前政府是很有競爭力的 始終是公務員鐵飯 我以前說 比較穩定 是啊 但是 以前有搶量 現在就供MPF 現在沒有分別 說真的 你是合約和公務員 其實就沒有分別 因為都是供MPF 大家都 你沒有說搶量 各方面 當然 你說 合約制 那些 可能是 辭退 你就容易一些 不用經紀律委員會 公務員 就可能要經紀律委員會 那些 所以 香港政府的競爭力 其實就不是這麼大的 第二件事 以前 我們就是 很多外國的名校生 會回來香港 投考AOEO 那些 現在 外國搶銀財 反而香港的學生 就去了外國 變成 所以 變成了 別人給你移民資格 大家聽過 救生艇計劃 那些 所以 香港的競爭力 政府的競爭力 其實是越來越低的 我們看到 所以 走以前那套 就不行的 為什麼呢 以前來說 去到畢業班 你才會投考AOEO 到你畢業 就 完成了過程 但大家都知道 投考政府AOEO 尤其是越高職位 不過 投考過程是很長的 你又要考考 移民資格 當然有些不用 你成績好的 那些 又要考公務員資格 接著要面試 又過幾關 搞得你都一整年 一年裏面 厲害人很多經歸過 你說說 你考得AOEO 政府可以請他做AOEO 絕對是厲害人來的 可能是千分之一 那些 一千人投考一個可以 或者幾百人投考一個可以 那些人才 理論上 私人公司 本身是渴求的 那你政府給的人工 其實 講得去到那個level 去到那些 那些人才 政府給的人工 是沒有什麼吸引力的 其實 因為現在AO 我沒有記錯 是五萬七度 那些人工 但是 如果你去到那些人才 出來那些 Iban 那些隨事 一定是高過這個人工 當然 因為 人工又沒有吸引力 投考時間又長 是不是 外國又少了人回來 所以 為什麼他現在要改了 一定要 不要把時間 投考那麼長 不如趁前 開始投考 投考時間沒有變的 你整個流程 可能都需要超過一年時間 所以 讓你升三平班 開始可以投考了 那 搞過整個流程 就是多一點去考 那你整個流程過了 那可能去到 四年班 就是四年班 下學期 如果你成功的 那就 和你簽工 等他半年 是不是 那這些是很多大公司 都這樣做 其實 很多大公司 其實已經是 三年班 就讓你做實習生 我們要做實習生 我們就叫做 復習生 做完實習生之後 覺得你OK的 就給你一個 復習生 就已經保持著你 那你畢業 未畢業 大部分 如果是人才 最高層那些 其實未畢業 已經是 拿著五六萬多人工 的困難 在手 有很多 謝謝 最擅長的那些 還有幾個 也慢慢選 政府哪有 有競爭力 政府想搶 精英中的精英 以前只有兩間大學的年代 就算讀政政系 想入政務主任 每年可能都 一個兩個 精英中的精英 現在可能有其他想法 未必願意投身 公務職系 早一年吸納他們 袁教授有沒有用呢? 袁教授也接觸這麼多大學生 其實是有用的 除了以前之外 現在的問題就是 學生少 你不要說我們以前 我記得我以前是20萬回考生 可能你記得你們這些年代 差分頭了吧 會考 可能現在的年代是會考 但是 現在 今年考DS有多少人 四萬一 日考生 就算你今年畢業的學生 實際上都是五萬多人 當年考DS是五萬多人 我們少了 跟我們的年代比 實際上少了四分三 跟早幾年前少了二分一 所以根本上就是人不夠 如果大學生人數是多 但實際上 你全香港的人是越來越少 所以沒有人發覺一定要這樣做 而且為什麼我會有幫助呢? 因為其實是正常的 你如果想投考公務員那些 他的成本是低一點的 因為你三名級 坦白說 我什麼都未開始就試一下 試一下無妨 試一下無妨 我沒有成本 多一個機會 是啊 那我那邊又沒有回答 那邊可能正在做院長 各方面 考過試做面試 沒有所謂就試一下 如果試成功了的話 他在外面再要 那些不確定性 找工作做那些 就不用這麼努力了 對不對? 那麼政府就有機會 有些人覺得 有些人是這樣的 五萬多人 如果AO得到的 出來第一份工五萬多 都可以啦 難些 其實實際上是好一點的 除了AO還有EO 行政主任 還有一些職系 包括運輸主任 還有六個職系 因為始終真的在在需要人才 今天我們跟袁偉基談到這次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